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有者怎么停利 报警处理吗 空手者什么时候还可以做介入呢 不过老师常常在这节目当中会跟我们讲这个热门股当中的强势跟弱势股 弱势股就要来跟老师好好聊一聊这档股票是4763的材料KY 材料KY今年涨了366%一度成为千金股 11月营收刚公布12.4亿元年增两倍创下时尚新高 这不是它的首次创高纪录 它就是每个月营收都创下新高 但是为什么在10月份创下1265元挂牌新高价之后 居然一路重挫跌了35% 我想问一下营收这么好为什么会跌 技术面会先领先股价的走势 老师我们怎么从这个第一个强势股的饥渴股 跟弱势股的材料告诉大家趋吉避凶的方法 好的虽然现在是财报的空窗期 也就是说不会这么快公布可能第四季营收 第四季的一个获利要财报这样 但是有些股票奇怪 这个财报很亮 像比如说这个材料KY 其实我在10月份就已经有提醒过投资朋友 因为从技术面看起来明显转入 原来是因为它这个千张以上的大户 从这个8月份以来的话 一直到这个上个礼拜五的话 都是持续的做一个大检 所以看公布的营收表现不错 可是股价却是什么 今天再度创新低 而银广的话大家特别注意到 为什么它好像是这个七颗股里面 好像今天的表示是最强的 我昨天也告诉各位 这个拉东出西的操作模式 对耶 是 这又是在演绎拉东出西就对了 对 这个戏码是不断的上演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银广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走势的话 还是持续的创新高 它是做一个洗盘往上做一个拉伸 今天的话量能并没有爆出一个超级的大量 但是因为这个量能的话缩减过数 这个表示可能这个有心人士的话 他也不干什么继续往上拉 不太敢再去拉 但是的话他今天你看 在今天的话 安泰克 6276的安泰克 6276的安泰克 今天是处置股的第一天 6276 对 其实很简单一个概念 你也不要说算到底涨几% 会变一个所谓的分盘交易 说五根涨凝板通常 按照我的一个操作经验 只要五根涨凝板的话 隔天通常就什么 会分盘交易 会先5分钟 10分钟 然后20分钟 但是安泰克有一个问题 他会在12月7号 这个礼拜四的话 要什么减资 然后暂停交易一个礼拜 虽然今天分盘交易 但是他会往后延 所以分盘交易时间会 日期往后拉 对 就算10个交易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 然后明天是第二天 换句话说的话 等到12月18号 他重新挂牌之后 还有什么八天的一刻 分盘交易 对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会担心流动性的问题的话 我会建议明天的话 你至少什么 等于是一路处置到月底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资金卡在这边 当然有赚的话 很开心像我们是买在底部的话 那当然什么 随便卖随便赚 但是你可能在今天 或者昨天去追高的话 你势必什么 要非常小心 像今天很多的防疫概念股 恒大打到底庭板 那我今天一样 会针对这个我们的评鉴灯号 帮各位做个解析 好 这个强势的热门股 包含了这个强势的跟弱势的 今天老师又特别整理了新的表格 那我们看到今天 早盘最强的是网通股 重期的 不啰嗦很快就锁到了掌停板 重期的转强是因为什么呢 那滑红字的部分 老师今天也是看多的 我们一档一档来解析 那当然资讯软体的话呢 在滑红字的话呢 因为它的一个获利呢 相当的不错 然后呢 今天股价的话呢 表现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我们给它呢 五颗红的呢 满分的这样一个评价 那重期的话呢 是属于明泰集团的 属于网通概念个股 那它是因为呢 可能在这个 10月份的营收的话呢 这个较这个 上个月的话呢 那是大幅成长170% 那待会呢 我会针对它的一个 技术面的帮各位就会解析 那滑红字跟重期的话呢 都是一样什么 属于一个 一样的一个 底部反转向上的一个形态 底部反转向上 对 那银管的话呢 因为它在明年的话呢 那机壳的部分的话呢 会占它的营收比重 超过4成 那当然会导入这个AI伺服器 所以它又是什么 新AI 你看旧AI的话呢 之前一再告诉各位 不管是尾创 广达 广宝科 这三科有多少 你就是全部卖掉就对了 你看今天的话呢 尾创破底 广达的话呢 差点要破底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筹码的一个变化的话呢 你要持续的观察 为什么外资跟投信 天天到 今天的话呢 传出原来这个NVIDIA的话呢 在高层的上个月 自己都卖股票 平民的倒股 之前说这个黄仁虚的话呢 小麦千分之一 你要知道 这个是宣誓意义 他已经告诉各位 你在追高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到时候 我来台湾的话呢 你来打我 他其实有这个警示的意味 甚至高层也在讲说 这边的话 文艺先卖 你在追高 那可能你要什么 自己承担风险 所以投资朋友呢 在股票市场的投资的话 你要这样一个联想 好 安泰的话呢 因为呢 在这个后天的话呢 他要这个暂停交易 那我们呢 给他四个红的那个评价 就没有拿到满分 所以投资朋友呢 你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成分比较高的话呢 会不会 再涨多之后呢 快速的拉回 你要特别小心 对 定理投资的话呢 我昨天也讲说 如果美股 做一个回廊修正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回测月线 对 今天很听话 就来了 他就刚好什么 差一点打到月线了 那在这个操作部的话呢 他因为在公布的 10月的一个获利的话呢 不如市场预期而已 市场预期呢 他可能应该赚0.48 结果他只有0.42 还是0.43 结果呢今天什么 股价持续往下跌 那呢 昨天三大反而都站在卖方 那持续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话呢 反而给他什么 三颗红灯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 李老师的解判好像是 与众不同 不是说跌 我们就什么一定看衰 看这个五颗蓝灯 什么 或者说这个很好的话 就是五颗红灯 不一定 那很大好 其实我昨天在自己的节目的话 也有提醒投资朋友的话 追高有风险 所以你要掌握第一手的资讯的话 还是老话一句 你要少我的这个QR Code加Light 那今天的话呢 我会送给各位三档 趋势反转股 两档是趋势反转向上 一档是趋势反转向下 那投资朋友呢 你可以叫我的Light 来收取这个免费的一个资讯 好 毕竟现在盘面上面 变化很快速 趋势向上或向下 可能就只是一两天的时间 大家要小心 甚至一天之内 就有可能 让他的多头形态 破坏 转为空头 好 那老师 我们一档一档 可以先来做解析 好 那么你看 华王资的话 那是资讯软体 这个投资朋友的话 或许你没有听过 但是 但是掌停板 你就会认识他了 对 你为什么上网去Google 谷歌 大神 你就去搜寻 反正技术面一定领先基本面 甚至领先消息面 你注意看 在11月22号的话 这个要是左肩 这个是底部 这个是右肩 换句话说的话 他早就已经形成什么 趋势反转向上的一个形态 头肩 底 反转向上 大家看到他有做一个 洗盘的动作 然后跟安泰克之前一样 做一个洗盘甩轿 然后快速的拉伸 所以你第一次如果没有买到的话 你第二次 像昨天大量往上勾的话 突破之前的收盘价的话 你应该什么 勇敢的上车 你看今天就涨停板 第三季的单季获利的话 0.39元 YOY的话成长388% 所以它是有基本面支撑 不是投机炒住 对吧 外资的话 为什么从11月28号上个礼拜的话 到昨天的话是连续无买 原来今天涨停板是外资什么 他已经领先掌握可能第一手的资讯 或者说他有这个座驾的意图的话 在昨天的话做一个什么 明显的一个进场 然后今天让他涨停板 好 黄鸿之 刚突破警线了 甩轿之后再重新站上 感觉有点像安泰克对不对 黄鸿之 看起来搭配的第三季财报数字 也非常亮眼 后续可以偏多来操作 另外是这个网通股的重企 重企属于明太集团 是属于网通概念个股 你注意看一样 在11月32号 出现这个大量网上工 突破一个整理形态 形成一个头肩底 反转向上的形态 大家的话 今天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量能有一个变化 2419 它今天开始爆出一个大量 没错 我们把这个图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 近期一个大量 对 近期大量 换句话说的话 你不要看今天掌临板的明天 就随便去追 通常在大量之后的话 现在有个什么 大量 然后出现一个高架 但你去追的话会有风险 因为按照它的股心的话 通常都是什么 大量之后的话 你去追的话都会中枪 大量不要追 但拉回老师还是偏多吗 对 可能回撤 这个藏龙可以帮你办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分批布局 好 银广 银广的话 就是电脑跟伺服器的机壳大厂 明年的话会导入AI伺服器 所以今年并还没有AI伺服器 所以股价是反映未来 你不要说看到这个 我好像先涨了 对 你看很多伺服器 好像在今年的话大涨 特涨 如果说已经充分反映它的基本面 而且你要看它的营收的占比 像我之前告诉各位广达的话 不到10% 伪创不到5% 你不觉得股价涨得太超过 你看现在的话 外资投信的话 一起到 联手这个到货 好像这个倒垃圾一样 所以投资朋友的话 你要特别什么 小心这种持续迫离的股票 不管有没有反映的话 你至少什么 要先做一个减码 好像10月的一个单月的获利的话 0.4元 超越前三季 为什么呢 因为上半年是亏损的 所以第三季的话 有赚钱的话 就超越前三季的一个获利 所以它也是什么 有基本面的支撑 但是股价我觉得 现在来到75.9的话 是稍微觉得说有点太高 有点太高 所以可能操作还是要步步为一 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建民老师 老师跟安泰克讲过了 因为他要这个暂停交易的关系 加上被处置 所以可能一路包含了这个暂停交易的时间 难以这个进出的期间会拉长 可能会拉长到年底 对 那我认为的话 明天或许会爆出一个大量 因为流号了 对 因为主力就是这样 如果说要暂停交易 那我的钱卡在这边太浪费了 对不对 所以它为什么 拉高出货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看12月7号 就是礼拜四到12月5号 因为减资的话 要暂停交易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先预告了 沒錯 好 老师有预告了 就是可能在减资之前 大家如果有赚的 可以先跑一下 另外是这个定影投控 定影投控 我们的操作真的是不在话下 你看我们的底部的进场的话 上个礼拜真的 涨停满很多人去追 我们就什么 顺利的卖出 昨天中错 今天的话是10月往下跌 我昨天有预告说 它会回撤月线 今天的话 它差点打到月线 如果明天真的打到月线 不管破跟不破的话 我认为都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进场时机 因为今年你看 它公布10月的EPS 0.43元 低于反而预期的0.48 結果股价跌这样 可是还是很棒 对啊 可是你要想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 没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跌了两天才出现 那个传闻 一RD进货 就那么简单 你就看泰国新厂的话 会在明年Q4量产 那为什么有新厂 你现在股价 看它持续的 改写的历史新高 就你知道 它这个产能扩充 是为了因应什么 龐大的一个订单 好 明年有扩产需求 订单功不应求 那恒大的部分 今天这个黑K棒 包含康纳湘也被处置了 达到了跌停板 是不是真的口罩鼓 大家不要再去追逐了 太危险了 所以我昨天的盘偶影音解盘节目的话 我就有提醒投资朋友 你不要再追了 我不要买这个 你可以少我的Light 加我的Light 我会在盘偶解盘节目 继续的告诉各位 你要如何趋急避凶 好 技术面的话 你看出现价量恶毒倍流 昨天当然不是你的买点了 对不对 今天亮大的时候可以 如果你今天去追的话 你看一天的话 陪超过一个跌停板 好 那下一档是材料KY 材料KY 我之前在10月份的时候 就提醒投资朋友 奇怪 营收创新高 为什么股价却弱势 对 你看 今天看到的答案 今天的话 其实开盘的第一个小时 出现60分的空方便 这个是60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 非常不错 可以做一个判断 是说大家都棄手了吗 对 就是表示 主力持续的压低做一个出户 你看千张以上的大户 8月份的话 它是62.5% 通常会在每个礼拜五的话 会做一个公布 对 那上个礼拜五的话 48.2% 你看降了十几个% 表示大户在什么 高档大户 大户是谁 公司大股东 或者说主力大户 有一千张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物 非常特别小心 好 那提醒大家 建民老师今天 又针对盘面上面的 强弱事故 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节目当中 时间来不及讨论 你都可以跟老师 来加个朋友 参考一下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系方式 可以找到老师的Lite 相关问题 可以提出老师有空 我们在Lite 那边跟大家来做互动 还有分享咯 好 好